那我們來再跟各位介紹一個OneNote OneNote就跟你們現在在用這個一樣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原則上這個平台是主要我們做所謂的翻轉學習 翻轉學習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參加我的研訓 你會發現我大部分都是用它 都用它 你會看到我的群組裡面 群組裡面 原則上我所有課程都是用這個 所有課程都用這個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的整理教材的方法是用剛剛那些方式 雖然也可以對不對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網頁不錯啊 那我就把它加入到 這個 我的最愛啦 對不對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講稍後閱讀啊 這個是屬於自己 個人本身在做所謂的什麼 學習嘛 就是說閱讀的動作 可是在教學上 或者說您在社團裡面 或者是同才之間 比如說我們要做一些討論 那我有收集到什麼資料 平常各位都怎麼 分享 大部分可能就Line啦 Facebook 傳來傳去嘛 這是一種方法 不過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Facebook也好 部落格也好 他們都是屬於什麼 時間走 時間流逝的 也就是隨著時間 你舊的文章 相對的是就這樣 擠到後面去 以後見到天字的機會很少 你 除非你記得關天字 去那邊去特別找 不然的話你要 要一篇一篇往下閱讀 你覺得他有上一頁下一頁嗎 Facebook有上一頁下一頁嗎 沒有你只能滾滾滾滾滾 啊滾過的再滾滾滾滾滾 再滾過的再滾滾滾滾滾滾 如果你沒有加入相簿的話 或文章 一段時間是不是就不見了 請問知道那個 多久時間會不見嗎 一兩個禮拜 我沒有特別查 我沒有特別查但是 你應該知道 圖是會不見的 那所以 怎麼樣會比較好 以我來講的話 以我來講因為教學為主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看到這一篇文章 平常各位像老師在做背課的時候 你都什麼背課 假設這個 假設這個也好了 健康的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我可能跟講健康的有關係 可以給同學做參考 你大概就是 除了加入我的最愛以外 大概可能你會 Copy一些東西可能要簡報啦或者是說 放到那個裡面去嘛 但是你不覺得這樣好累 因為你要多打開一些文件 然後再貼進去 當然整理是要啦 整理是要 可是 你總是要花一些時間 對不對 額外的時間 就是我除了看到這個我喜歡以外 你要花一些額外時間 你必須要整理然後再放到你指定的地方 等到上課的時候再拿出來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就花了很多的步驟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看到這一篇 我覺得適合同學 我就來這裡 有看到OneNote對不對 好 就直接加到我的 課程裡面去 那給你看一下 OneNote裡面 他的群組 是類似我們講的班級的概念 所以 我是比較喜歡用群組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今天比如像我們演習 我就 這一班 那我要什麼樣的資料的時候 然後 我就直接放進來 我就放在專屬的這邊 我就 個別講 那麼所謂的課程 有點類似我們講的知識 你看我有沒有分很多類 44類 我平常有看到 軟體覺得不錯的 我就再做了 就加進來了 其實 我的 這種使用方法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閱讀 在做學習的時候 就同步在整理資料 就已經在同步整理資料 那我就把相關的 就把它放到我相關可能的一些什麼 我做好的分類裡面 那 你看一下我剛剛這邊 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點進來 這個如果是屬於常識題 對不對 生活常識 我就把它勾起來勾起來 有沒有就在裡面了 標題是不是進來了 網頁進來了 那 如果 我覺得說 這篇文章雖然不錯 但是我覺得可能 你要注意的重點是什麼 或是他有哪些提到的 應該要注意的 或者你應該要學習的 我可以在這邊 就直接 有沒有補充教材 我就加進來了 那這個補充教材 就是您剛剛在這邊 有看到的 這裡 進來之後 這個叫單元說明 這樣了解嗎 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當同學在看這篇教材的時候 他就 先看到我 告訴你 你在看這的時候應該要注意哪些事項 那麼 我這樣一加進來是不是就OK了 OK的你來看喔 我今天 比如說我們今天上課要用 那我已經 我的知識庫是不是已經在這裡了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我回到我們這裡來 我進到這裡 好 我就到任務裡面 比如說我最近發現 這個 這裡有需要的 就從這邊點一下 好 從這邊來選取我要的單元 你看 嘗試題裡面的 哪一題 有沒有勾一勾就進來了 比如說我這樣勾一勾 好引用進來 我的教材是不是就做好了 這樣有沒有快一點 上課就準備好了 這樣不是 邊 平常收集之後我就這樣做收集好了 那我只是上課的時候我把它放進來 把它放進來 就看哪一個 那 因為我們是一次性的延期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任務的安排方式會類似像 各位像這樣 有沒有 把它不同的分類 那如果是 一般性就是像學期制的那一種 課程 我就比較不會用這種方法 我會改用這一種 比如說像這個 禮拜三的 那我就會用 所謂的 第幾堂 第幾堂上什麼內容 有沒有 這樣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比如說我在上這一節課的時候 像我們禮拜三上這一節課 那麼我就會這樣 把我 我這一堂課的主菜 我就放在最前面 但是 各位應該知道 吃飯最好五菜一湯嘛 我們還是要準備一些小菜 對不對 有一些小菜的 我就把它放在裡面啦 有沒有給他們看一些相關的 影片啦 資料啦 這樣是不是 大家比較不會覺得說 我上課就只有吃煮菜 也會膩 那有時候煮菜 不是很好吃的時候 至少配菜還可以 這樣了解 而且 他們回去可以自己看 就跟我們延期一樣 你不見得一定要 現場聽我聽 因為有些同學就技術性缺課 對不對 反正他自己知道 沒到 沒到時速 還可以有 轉環的空間 反正現在大家都一樣啦 當學生 我們是會翹課嘛 對不對 那有翹課的話 至少 你也知道我上哪些內容嘛 對不對 好那他可以來這邊看 那麼 我們上完課 還會發一個什麼 好上課的錄影片 上課前 然後呢 會先通知他 這一次 要講什麼內容 你看 這個禮拜三我就叫他們 不要睡過頭喔 因為我們是早上一二節 八點的課 對不對他至少先看了知道說你 要 上什麼東西嘛 好那有興趣的 對這個我趕快來 沒興趣的反正還是慢慢來 可是我們至少希望說 他知道說我這一週要上什麼 而且上完之後還可以馬上就 收到我們上課錄影片 他隨時萬一真的沒來或是沒有聽懂的話可以回去看 這樣 有沒有發現我雖然是用OneNote 可是 我是在邊看的時候我就邊利用這個方式把它整理起來了 所以其實我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類似像 我的最愛或書籤的概念 那麼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自我學習的方法 也可以 或者說比如說你們社團 對 或者跟同學的群組討論一樣 有一個之後 他 在這個群組裡面就是 你一樣可以發訊息 然後可以彼此 怎麼樣 就看資料這樣子 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不過我想 以老師來使用 應該是 最方便 因為 整理上就相對 容易很多 而且 當我這樣加進來之後 如果我剛好發現 哪一個 有問題的話 比如說我打的字有打錯啦 或者是我編輯的有錯 因為我都是用引用課程裡面這些知識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知識的這個 這個 有修正過的話 我有引用那些 群組裡面有引用的會同步修改 會同步修改 這樣是不是好一點 這個就像我們講的本尊變分身就會變啦 在我們學Fresh 之類的那種軟體裡面 也就是我今天教材通通都來自這裡 那萬一這篇教材我當初有講錯的 或者我有資料要更新 我不用再回去一個一個慢慢更新 我只要把他最原始資料一更新 所有我群組裡面那個教材全部都一起更新 全部都一起更新 這樣對其實老師在整理課程相對就方便很多 相對方便很多 這個是我用的方法 我想說我跟大家分享看看 也許你可以考慮看看 不管說您是老師還是學生 也許 老師用到機會比較多 但是學生應該也是有機會用到 所以 您可以嘗試看看 好不好 OK